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常书新原著 光合金木之罪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496集 好啊 一圈牌打到马加龙的手上时 他伸手摸着牌 手里一个硕大的金毛子 和脖子上纸粗的金链子相应成去 一摸脸上的刀疤在颤着 马加龙喜色见路 巴搭一摔 哈哈大笑着 发财 七小段 胡辣 龙哥今天手机真好啊 哇 这种牌都能胡了 龙哥厉害啊 龙哥 这牌不错 是真要发财了 那一帮子有的是手下兄弟 有的是跟着混的 纷纷数着钱 对于龙哥 钱真的不重要 有时候胡得高兴 他把赢的连本钱一扔 都给兄弟们去乐呵了 这不是吗 今天看样子是真高兴 收着钱顺手一扔 摁起牌来 边整边倒 这运气来了 手机肯定是顺的 兄弟们啊 以后咱们就不赌了啊 全他妈的庄家 怎么样 咱这个赌呀 只赢不输的办法 只有一个 那就是当庄家 那是 龙哥 您是没注意 那些小彩票房啊 八点多了 比机市还热闹 光散户 每天都收好九万 对 有些傻瓜跟一个数字 能跟到倾家荡产 就那三地彩票 叫什么 三地三地 卖房卖地 六合六合 赔上老婆 一圈人笑得身颤手抖 真正深谙赌之一道的 恰恰是这些 不怎么喜欢赌 却喜欢教唆别人去赌 而自己当庄家的人 这几日已经风闻龙哥 要对蓝战衣的生意下手了 对于本团队将来的出路 在座的看样子 都已经有了美好的冲击 马家龙歪着嘴 尖笑了笑 看大家不解 他解释道 这些还真都是小猫猫鱼 蓝战衣的生意 这只是九牛一毛啊 真正的大头 在网络都泼上 每天的投注额度 要有这个数 他竖起一根大拇指 有人愕然的 每天一百万 想把老啊 一千万都打不住 这个数字的震撼力 把几位同伴都惊得 哆嗦了一下 然后又是喜色外露地 看着龙哥 有人把心声说出来了 龙哥 那玩意儿 咱是不是找不了啊 咱们这帮 都是拿片刀混饭的 是啊 咱上网只会看毛片 哎呀 看来以后 得发展点高学历成员了 最起码得本科以上学历的 而且得懂计算机 哈哈哈哈 马家龙看着手下 或恶然 或犯魂 或不懂装懂的样子 他又被逗得哈哈笑了 没办法 这帮子手下实在是素质堪忧 不过这也恰恰是 他们的优势 他可没有想过 把组织结构改改 还是觉得这号二货们 好使唤 让砍谁就砍谁 绝对不含糊 至于怎么操作 马家龙可没露口风 下面的人也没有问 这也是这种二货团队的好处 盲目和盲从 绝对有凝聚力 玩至中途 有人气喘吁吁敲门进来 一看是手下一个干巴瘦的小子 因为眼睛太小 几乎看不见眼珠的缘故 都叫他盲鬼 不过这家伙眼睛可不盲 势力好着呢 马家龙招手道 过来盲鬼 辛苦了 龙哥随手抓来几张钞票 递了过来 盲鬼一泻 小声道 龙哥 我查清了 老兰又开始收仇了 干活的是两个保镖 还有个小子 就是洗车行 救赎那个女人的 看来这个组织也有地下工作 而且做得不错 把对方行进的路线 去的人有多少 什么时间去的摸得一清二楚 马家龙不动声色 只是笑笑 盲鬼自告奋勇了 龙哥 您说吧 什么时候动手 那车上钱不少 我估摸着一趟下来 怎么也有几十万 滚蛋 谁说要动手了 马家龙的脸说变就变 瞪着眼骂了一句 顺手就是一个耳光 盲鬼被删了 他捂着脸有点不解道 您让我们跟着 我们还以为要动手啊 我觉得应该动手 这姓蓝呢 他骂得太不识相了 都闭嘴 不但不能动手 而且还得保护好他们 原因 我就不告诉你们 反正 你们就当成是自己的生意 懂了吗 是 懂了 这盲伙计鞠躬离开了 其实一点都没懂 不但他 就坐上的几位 也未必能懂 就在一斗重重的时候 龙哥的电话响了 他看了看号码 起身离开去接电话 这个动作很反常 龙哥说话和放屁一样 从来都不忌讳是什么场合 看这样子 和以前比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老大肯定早有安排 咱们别下载了 座上有人说道 这恐怕是目前最合理的解释了 蓝湛一在医院探视两位受伤的亲信 谢东鹏事发后溜了 外界没有找到他的下落 疑似顾兄的马家龙 在龙华路一家棋牌室里打麻将 两方的人员都没有什么异动 坐在深岗市刑事侦察局里的李硕 对着电脑屏幕发呆 现在科技的力量 大大提高了侦察的反应速度 每一个消息 每一帧照片 都会在最短的时间里 显示到他的电脑和手机屏幕上 他对比这几个监控点思考着 医院里的名哨 家门口蹲坑的暗哨 还有不断在更换的流动哨 四组队员二十几个人 全部撒在以蓝湛一尾中心的地方了 从家里到公司 从单位到经常光顾的场所 甚至相关里的公司也查过了 愣是找不到那几个 用于转账的窝点在那儿 不但找不到蓝湛一的罪证 就连马加龙这号土炮藏的势力 也无法确定地点和人员 在思考没有结果的时候 他拨通了一个电话 接通时他直接问着 三号有联系吗 今天没有 似乎有什么事办住了 他打探到的车赛时间准不准 你问过他的渠道吗 他只是说可能无法确定 暂时他接触不到对方的核心 继续监视 一定保障他的安全 挂了电话 李辰忧心又多了一层 侦查走向深入 而情况却变得更加复杂了 怕什么事就来什么事 李辰刚放下电话 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 桌上的通信器又响了 这是加密频道的通信 一来就是急事 李辰去而复返 赶紧接起来 是西山省公安厅 派住深港的行动组 发来的一个让他瞠目结舌的 加密消息 你是经侦局下属商业犯罪调查科科长 连阳 有重大嫌疑 他不太相信 等了好久 连网传来的几真图像 证明了这个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消息 图像的采集渠道 他不知道 不过能够清楚地分辨出 是一对男女 连阳是谁 他没有见过 不过那个女人的相貌 他太熟悉了 是蓝湛一包养的情妇温蓝 他们也玩无间道 怪不得一直查不到王渡的窝点 李硕又经几番求证 看来西山的行动组也是经过大量排查了 给他提供了数组手机通信记录 和数真双方近期交往的画面 这些资料怎么找到的 他无暇顾及 如果对方在警察队伍里面也有内线的话 后果他不敢想象了 李硕赶紧匆忙地离开办公室 下楼 驾车 风驰电掣地赶到了郊区武警疗养所 要和对方亲自求证一下 这个突来的消息 让他心里生起了一股子莫名的恐惧 一辆五灵面包车 在深港东环路上巡逻着 这个陌生的地方有着丰富的夜生活 尽管是小雨犀利 也挡不住人生顶沸 车穿梭在车人混行的路面上 谢冰几次电话问着准确方位 终于看到目标时 他哑然失笑了 那辆还有着安利标志的门罐车 驳在临街的人行道上 一个街灯照不到的暗处 不细看还真分辨不出来 他叮嘱了司机两句 夺步下了车 看看时间已经是晚十点了 这个时候队友紧急召唤 还以为是有急事 不过看样子似乎很平静嘛 这两天他的任务是许平秋直接安排的 连他也没有搞明白 许平秋为什么会派他去监视一个内部的人 经侦局的 不过监控的结果仍然让他震惊 那位内部的同行 居然和蓝战一的情妇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个是商业犯罪侦查领域的警察 一波是专事网络赌博的罪犯 其中的猫腻想想便知应该是各取所需 只是让人惊讶的是 他想不到许平秋有什么渠道 千里之外居然能窥到隐藏这么深的一个内鬼 很多警钟前辈都会有外行想象不出的秘心 这一点他领教很多回了 自从参与这个案子 他甚至发现 自己在重案队学习的两年 比当年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实用多了 要解决这些光怪陆离的案子 单凭教科书里学到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 轻轻扣响车后箱 车后箱开了门 里面伸出一只手 一把把他拉进去了 哎呀 车里闷热极了 还挤了好几个人 鼠标 曹亚杰 余峰 还有最胖的李梅 正一把一把擦着汗 邋遢的是曹亚杰 大叔一口气道 哎呀 可算是来了 快帮个忙 什么忙 嘿嘿嘿 去叶总会玩玩怎么样 鼠标渐渐的一笑 听得谢冰咳咽了 他看看猪人 又好像不是在开玩笑 沉声问着 到底怎么回事 谢冰问向李梅 这肥姐好歹还算正派 李梅一招手介绍着 支援组的任务 是跟在余罪的背后激动 这两天追踪 一直是及时通信加监控 而且为防止意外 所有的监控监听记录 都是实时提取走的 比如彩票房的监控 余罪会放在走过的超市里 前脚放下 后脚就有人取走了 在银行的拍摄记录 他出门时会故意记下鞋带 或者在垃圾桶边扔个烟头 要取的东西 随后就会留在台阶后 或者垃圾桶里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